高雄古山区发生了一起活境 一栋透天座三楼加盖的铁皮屋 窜出火蛇 屋内五个人在第一时间赶紧逃出屋外 索性无人伤亡 但由于现场浓烟密布 民宅又紧邻着轻轨轨道 为了配合救灾 轻轨C17、C18站间 一度停驶改游公车接驳 透天底楼加盖铁皮 窜出火蛇浓浓的黑烟直喘天际 不守民众冒雨查看灾情 火势越来越大 浓烟弥漫整个街道 请销人员赶紧布水线灌旧 而当市民宅内有五个人 第一时间自行逃出外 好险邻居有来敲门 才让屋主一家人躲过火劫 而这起事件就发生在16号中午12点多 高雄古山区新龙路上 出不了解疑似民众在铁皮榨盖处燃烧杂物 酿成火警 由于民宅就紧邻轻轨轨道旁 轻轨来回通行增加救援难度 为了配合救灾轻轨一度停驶 改游公车接驳 高雄轻轨今日中午约12点18分的时候 配合消防抢救水线布设 77车站到78车站 轻轨暂停通行改采公车接驳 在12点43分的时候 已经恢复正常营运 所信影响轻轨的时间并没有太长 一下子就恢复了正常营运 火警也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信 只有可乘号王秀晨在高雄的采访不到